房车旅行的过程中怎么解决上网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我去年有出过一支视频专门跟大家分享 我也看到评论区有人说 啊 何必那么麻烦 手机热点不就完了吗 但是经过了四年的房车旅区 我也尝试过使用手机热点 我发现了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 虽然现在流量很便宜 但是真的不够用 我平时要玩游戏 要看电视 还要上传我剪辑的视频 一个月的花费下来是在四位数的 哎呀 真的就是心在滴血的感觉 当然我也使用过移动WiFi 但是说到移动WiFi 有接触过的朋友 或者说房车的老玩家 都会心知肚明 避不开一个话题 限速 这也是我今天重新做这一期视频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房车旅居四年 当然吸引了很多品牌的合作 但是移动WiFi这一块 我一直不敢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说这个东西就是很好用 大家去尝试吧 这样的一款产品 直到前两天 有一个移动WiFi联系我 我跟他聊了很久 然后今天在拍这条视频之前 我也做了一些充分的测试 才敢拍这条视频 跟大家来分享 刚开始拿到这一款移动WiFi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不错 还带了一个彩屏 数据啊各方面的一幕了人 之前我们也使用过的移动WiFi呢 它是没有屏幕的 只有一个指示灯 就是绿灯就是网好 红灯就是网不好 但是这个彩屏版的移动WiFi呢 可以让我很清晰的看到 我现在已使用的流量数 然后我现在所临接的设备数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友好的 在这个移动WiFi找到我不做的时候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咱家的这个移动WiFi限速吗 我得到的回复呢 是这个移动WiFi每个月 它的套餐是有1500G里面 很多老玩家说 1500G不要听它扯 1500G没有那么高 OK 我现在说一个数据 600G 600G我就不能再往下说了 懂的都懂 那如果超过了600G 我们弄起来不是很顺畅的 怎么办呢 就给客户打电话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在我这边得到的消息 在这儿 我真诚实意的分享给大家 还有几个小的设计 我觉得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个移动WiFi 它不用一直插着电 它是一个充电管 比如说我现在离开我的房车 然后我要出去直播 去逛古镇啊 去看景区啊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移动WiFi 装到兜里 然后它这个充满电 据说是可以撑4到6个小时啊 那这样4到6个小时 我觉得也是够用的 像平时我们在房车里 不需要把这个移动WiFi 带出去的时候 它的包装里带了一根 这样很粗的这个数据线 插到USB接口上 就可以给这个WiFi充电了 咱们再说这个地域的问题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 我的橱窗里面 是上架了两个这个WiFi的链接的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更便宜一点的那个WiFi呢 它是在新疆和西藏是不可以用的 更贵一点的那个WiFi 是新疆和西藏也可以用的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一款 是不包含新疆和西藏的 说到这儿肯定会有人说 新疆和西藏 那其他地方有没有地域限制呢 答案是有的 一些边境的地方 电信诈骗的比较严重的地方 都是用不了这种移动WiFi的 我们怎么判定这个 我们所在的城市 有没有地域的限制 我们只需要点开那个链接看一下 如果它能正常发货 就代表这个是可以用的 我之前在使用另外两台移动WiFi的时候 我遇到过一个情况 就是我当时不懂 然后我带着移动WiFi去了云南 鸡双满纳 后来我的移动WiFi就一直闪红灯 我就不理解 我后来问客服 客服问我有去过边境吗 他说锁了 要解这个锁还是挺麻烦的 这个移动WiFi 我也专门问了一下 因为毕竟是要给大家 郑重其事的推荐一个产品 我不能忽悠大家 所以我问的是 如果到边境地区会不会锁 他说不会 但到边境地区你是用不了的 然后你离开那个地方 才可以正常使用 作为一个移动WiFi 你真正的性能怎么样 还是要看能不能打 对吧 它的实际使用鞋的速度是怎么样的 现在咱就开始测试 首先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电脑的网速怎么样 我现在是选了一个1G左右的文件 它的下载速度在1M每秒左右 这样去徘徊 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也问了一下 他们的官方的人员 他说一般的下载速度 是可以达到2到8M的 但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信号不是很好 离基站有点远 所以下载速度呢 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那这个基站的强度怎么判定啊 最后我也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知识 现在咱测试完 这个电脑的下载速度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用这个移动WiFi看电视的话 它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我这个电视已经打开了 你看我在这换页 它这个图片加载的还是很快的 基本上是秒加载 然后我们随便点一个吧 可以流畅的播放 然后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 480P的清晰度啊 我们换到1080P 试一下 我看这个高清的视频的话 它会不会卡 现在正在切换那个清晰度 切换了 现在画质变好了 开始有点卡顿 但是好像 烧卡顿的一下下 它就又开始正常的观看了 现在咱们来试一下这个手机的使用情况 大家看我现在这个手机呢 也是连接到了这个 格型的这个移动WiFi上面啊 然后我们点开西瓜视频 我们随便点一起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清晰度 清晰度是1080P啊 1080P 可以正常观看的 我随便快进啊 随便这样快进 你看它都可以很流畅的播放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移动WiFi的信息啊 你看它这个地方是不是显示3 这就代表现在连了三台设备 然后这个是我已经使用到的流量 1.584G 这个就是我连接完测试 在接完给大家演示 用掉的流量 一目了然 刚才说到教大家去看这个移动WiFi的信号程度 怎么看啊 我也是在最后呢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首先呢 我们先把手机连上这个移动WiFi啊 先连接好 连接好以后呢 我们打开浏览器 192.168.1 然后用不明默认的都是ADMN 登录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大家看上面这个信号是满格的吧 但为什么我刚才说我的信号不好呢 大家看这 信号强度-78 -78dbm什么意思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离这个电信的基站 还是有一定距离了 如果我离电信的基站越近 这个数字越接近零 就代表我现在的信号是越好的 OK以上就是我关于这一款移动WiFi的全部的一个使用体验 总的来说呢 如果它硬要跟我们现在的手机热点比 我个人认为啊 还是要比热点稍微慢了那么一点 但是慢的这一点我是可以接受的 起码我现在的这个信号强度 我的电视我是可以流畅观看的 不能打到1080p 但是720p也是可以流畅观看的 我的手机呢 也可以正常的去看视频 包括直播 我的电脑呢 下载速度也有一兆 慢是稍微慢了一点 但是它实惠 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 现在呢 我是把房车停在了我丈母娘家的楼下 因为是一个比较新的小区 周围的基站不是很健全 所以就是信号不太好 那是这样的一个使用速度和体验 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客观嘛 因为如果我在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去测试 各方面数据都很好 然后大家买回去一用 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就该骂我的 说实话做这一期视频 我纠结了很久 我也跟这个移动WiFi去谈了很久 了解了很多情况 然后我才敢做这样的视频 去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最后呢 我再说几个点吧 就是第一 限速找客服 第二 地域 看发货 第三 我的粉丝啊 大家如果买了这个设备 你们使用起来觉得不顺心 你们就去申请退款就可以了 然后套餐也是可以全额退款 这个是店家承诺我的东西 我在这儿跟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也说清楚 这个设备我拿到手 目前我的使用体验是良好的 接下来呢 我会把它一直使用下去 毕竟这也是我需要的东西 如果有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使用体验 我也会通过视频 跟大家反馈 那么大家就多多关注 这一期 啰里巴塑了这么多 就是觉得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好产品 我真的应该推荐给大家 毕竟这个流量的问题太头疼了 太费钱了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就评论区见 感谢观看